高雄大林浦千村案讨论多年 高雄市府将在这个星期六十一号 举办第四场说明会 市长陈琦麦从109年上任之后 多次造访拜会地方人士 也积极在洽谈千村的方向 陆续召开过三场说明会 跟居民亲自面对面沟通 千村预定地就近有公投中心 有学校生活技能完善交通便利 市府提出最大诚意 希望可以加速千村的进度 儿童邮居设施一旁就是图书馆 当地还有公投中心 解决爸妈压力 邻近有学校有湿地公园 生活机能完善 坐落大林浦千村预定地周边 整个千村计划会去考量 他的财产权生活居住权 还有社会权居民的一种权益的考量 把居民摆第一位 市长陈琦麦109年8月上任后 挂兴大林浦千村案 多次造访当地 拜会地方人事插谈 千村方丧 陆续召开过三场说明会 亲自出席 与居民面对面回应诉求 千村预定地公社交通 生活技能便利 未来前景看好 目前大约三万人口 推估千村后达五万人 可望成为下一个高发展潜力区 市长在两年内 办了三次的说明会 沟通大家的意见 让大家满意 然后再欢喜千村 千村计划讨论11年多 市长陈琦麦任内 持续努力和时间赛跑 将展开第四场说明会 提出最大诚意 照顾居民加速 千村进度 记者综合报导